我們剛剛就經營了一個小時的演講 所以我覺得蠻精彩的 對 發人真心 然後這裡就派我來做那個新的發展 然後就是因為剛剛主題就是講肥癌 然後其實肥癌也應該是人工智慧 後來因為我本來有做設計 然後剛剛那個孫老師還有時候 其實是做那個Illustrator 所以我就想說 欸 蠻有趣的 想知道這除了一些人還有其他匯徒軟體 然後後來就把一個小時構成的翻譯 其實這不只是在講匯徒軟體 有人是講那個軟體的公共化電視 就很像就是小時候 如果老師他們在一些上課的時候 那通常其實有什麼非常好色 然後什麼Focal Impact 這種軟體 但其實這種就是 就是如果你在學校會用的話 你家如果回家 然後你沒有購買這些軟體的話 你其實沒辦法使用它的 對 所以它其實一本 這基本來說就是它已經 製造了一個門檻 就是比如說我需要有這個資本帳 然後去購買這個軟體之後 我還是去使用它 那其實不只是會討論以上 就是Microsoft Google 這些都私有系列的工具 其實都是我們現在每天 工作上就一定會碰到的東西 但是 其實我們 如果有些想像 明天如果傳政府 或是說世界上 會傳 Google 消失 Microsoft 消失 那其實我們 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剛剛蘇老師其實介紹了很多 就是是公共性的工具 然後他也傳遞一點就是說 其實公共跟免費這兩個概念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說今天我有一個東西我捐出來 然後譬如說有一個企業組 然後一個停車場 然後把它捐出來 這樣給大家使用 我跟免費讓大家來這邊停車 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 因為其實一個就是 所有權利是在原本的企業組織上 然後 所以 所以基本上就是 現在 可以不要再談 AI 然後 如果原本是人公司 會有大家說那不然要談什麼 那剛剛蘇老師就說 那如果不要談 Adobe Australia 的話其實還有很多人可以談 比如說 SDG這個格式 然後其實在 就是公共性這方面 因為他覺得很符合去應變的出身 所以他現在目前在投入這個事情來推動 但是 就像剛剛 剛剛前面 就是大概只有兩三個人在聽他的演講 但是他講出很多的觀念 是我們都自己沒有聽過的 然後就覺得這東西想像蠻適合推廣的 可是現在 真的很多人沒聽過 然後 就像我聽完後 我也蠻想要去查 那到底全部有什麼 什麼格式 是全部可以用 開放公共 公共的方式去使用的 那 或許 我可以做出一個 網站 或是說就是一個 索引 就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今天我想要做 類似像Excel的功能 或是Word的功能 都可以用到公共有軟體 不是只是用某些企業出的工具的話 那 想要做出一個 可能類似一樣這樣的挑戰 然後拿去指引這樣 如果我想到 類似可以往這個方向發展 這樣就有 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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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